多好同学你们好 我们在上一讲里面呢 把这个一次性款项和普通年金的 中值限值的计算公式呢 给大家介绍完了 那么下面我们接着来看对于其他的年金 因为我们在前面讲的年金 不仅有普通年金 还有预付年金 地延年金和永续年金 那么对于其他年金的计算 我们有一个基本的思路 就是要想办法把它变成普通年金 为什么这么来说呢 因为大家在利用我们的书 最后面的系数表的时候 你会注意到 我们给的系数 实际上是四个时间价值系数 有关一次性款项的 复利中值复利限值 只要有两个表 还有年金中值和年金限值系数表 但是我们想强调教材后面 包括我们在机考系统里面 给的大家的那个年金中值系数 年金限值系数 指的都是普通年金的中值限制系数 就是我们考试只会给你 普通年金的系数 那么遇到其他的年金呢 那我们就要把它想办法变成普通年金 这样你就可以利用 普通年金的有关系数了 这个上是我们计算一个基本的思路 那么对于预付年金 中值和限值计算呢 我们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就是利用 普通年金的公式 然后乘以一加爱 那这个怎么来理解呢 我们先来看一个中值 我们先来看中值的计算 谈到中值呢 就是把这个若干个这个A 我们要求预付年金中值嘛 那就把若干个A 一期一期给我折到终点 那就比如说我们有三个A 大家记住 你看我经常给大家讲 几期的年金 这个几期 我们对于年金这块是按A的个数 那你看我这是有三个A 对吧 临时点有个A 一这块有个A 二这块有个A 是总共有三个A 但它是发生在每期期初的 是不是 那么我们把这三个A 比如说我告诉你 我从现在开始 我准备每年年初 存到银行一万块钱 是吧 就比如说我现在站在 2023年的年初 我说从现在开始 等于说现在就零时点 我就要存钱了 那我们存三次 然后我问你到了 但是我问的是在第三年末 我可以取出多少本利盒呢 那这样一来 大家看在零时点 你存的这个A 到第三年末 就是存了三年 对不对 你要让我求中子 就A乘E加I的三次方 而第一年末这个A呢 往后只存了两年 第二年末的A 存了一年 所以就是把A乘E加I的 这个三次方 二次方 一次方 然后加起来 这就是我们按照原理的公式 就是把若干的A 一七一七 分别复利中值 就是考虑它的这本利盒嘛 然后你给我加总起来 就是我的 预付年金中值了 但是我们想把它变成 普通年金怎么变呢 其实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你看我们在 上一讲里面 我们给大家介绍 普通年金中值的时候 它有一个特点 它是把这个若干个A呢 也是一七一七往后 但是它的A啊 第一个A是翻在第一期末 对吧 它是在一二三这三个时点 和预付年金比 预付年金是提前一七出现 是在零一二这个时点 所以大家可以想啊 相当于是什么呢 我们普通年金和预付年金相比 比如说我以存款为例 它相当于是 脱后了一七存款 对吧 预付年金相当于是 提前一七就把钱存到银行 所以银行在给利息的时候 对于预付年金这块 是不是要多给我一七利息啊 或者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我现在想问你 我把上面这个公式啊 你看 普通年金中值 就是把若干个 每个七七末的A 一七一七复利中 然后加起来嘛 那我现在想问你 如果我把前面这个若干个加起来啊 整个后面乘个一加爱 你看 把这个三个之和 接下来乘个一加爱 把它乘进去 你看 乘个一加爱以后 第一项就变成一加爱的三次方 第二项一加爱的平方 第二项一加爱的一什么 是不是就和我底下 这个预付年金的中值 是不是就相等了 对吧 也就是说什么呢 我们上面这个普通年金中值 由于它是 中值我们用F啊 由于我们的这个普通年金呢 是发生在每期期末 相当于是脱后的一期才出现的款项 所以它的中值在考虑利息的时候 是少算了一期利息 所以我们就要把普通年金的中值公式啊 你整个这个公式后面 给我多成个一加爱 就可以得到我们同期的 就都是三个A 我们这个几期年金都指的是A的个数 普通年金呢 也是三个A的普通年金 但是发生在每期期末的三个A 预付呢 是三个A的发生在每期期出的三个A 就等于同期的这个普通年金的 这个公式哈 但是你要给我成个什么呀 一加爱 这样就可以得到我的 预付年金的中值了 对不对 你把上面这个结果 你给我成个一加爱 不就等于它了吗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结论 就是预付年金中值 是利用同期普通年金中值的公式 但是你要给我成一加爱 普通年金中值我们会算 对吧 那就是用年金A乘上年金中值系数 我们刚才也强调了啊 书最后面的年金中值系数表 包括我们基考系统里面的年金中值系数 指的是普通年金的中值系数 对不对 所以你要把这个结果呢 后面多成个一加爱 那我们再来看限值啊 一样道理 你看我们底下呢 画的是预付年金限值的这个图 那就是把这个三个A 因为它是翻在七出的 所以第一个A就是限值 第一年末这个A呢 是A乘一加爱的负一次方 对吧 第二年末这个A呢 A乘一加爱的负二次方 而我们上面普通年金的限值呢 是发生在美期期末的 也是把若干个A 一七一七 倒求本金是吧 所以这A乘一加爱的负一 A乘一加爱负二负三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 如果 我想问你啊 你看 普通年金限值是把若干个A的负利限值之和 对吧 这是我们的普通年金限值 如果我把上面这个结果 整个外面给它乘个一加爱 对吧 就把这三个 相加 然后给我把它中括号 我们乘个一加爱 你看乘上一加爱以后 最后一个A乘一加爱的负一 才乘一加爱不就是A了吗 就是A乘一加爱的零次方 就是A 对吧 然后这个呢变成A乘一加爱的负一 这个是A乘一加爱的负二 是不是就可以我们底下这个 就相等了呀 是不是 那么 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 我的预付年金的限值 它应该利用同期的普通年金的限值公式 都是三个A 这对三个A的 只不过普通年金发生在美期期末的那三个A 利用同期的普通年金公式 你给我乘个一加爱 对吧 你把他的公式外面乘个一加爱 就可以得到我的预付年金限值嘛 所以同样的啊 不管是让我们求预付年金中值 还是预付年金限值 其实你可以这么去理解 我们说越早到手越值钱 由于预付年金啊 它这个A呢 是提前一期出现 所以无论是中值还是限值 都比普通年金的中值限值啊 要大就等于说比它要多成一加爱 对吧 要多考虑一期利息 所以预付年金中值和限值都是利用同期的普通年金公式 乘以一加爱 是不是很好记啊 对吧 因为预付年金是提前一期 所以它要多考虑一期利息 所以就利用普通年金公式乘一加爱 就可以得到我们预付年金的有关的中值或者限值 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书上还介绍了一个 就是通过调整期数系数这样的方法 这方法比较麻烦 如果我们同学说我实在不想背 也可以不背其实 是吧 这个我们因为做快考试的 它看的是结果 无论用哪个方法都可以 但是我们书上有 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大家知道怎么回事 对吧 有的时候它可能用这个方法把结果得到 你知道这是求什么就可以了 考试时候用自己最习惯的 最方便的方法来记就是了 那我们看 大家看三期的预付年金 你看我有三个A 发生在每期期初 第一期的期初就是现在的零 是吧 第二期期初是一 第三期期初是二 然后第三期末是没有的 就是预付年金是发生在每期期初的 那么如果我想让你算中值 我刚才给大家介绍了 因为我们考试只会给你普通年金的有关系数 所以我们有一个基本思路 就是把它想办法变成普通年金 那么普通年金有一个特点是 每期期末有 对吧 所以你想让我求第三期末这个中值的时候 我这样说 我在这个第三期末这块我补个A 我借一个A 然后呢 我再把这个期限往前延长一期 把它变成零一片 这块就成了一一片 二片 三片 四片 对吧 就像是往前延长一期 我们求中值 是看你这个A啊 后面 有几期 就像是你存款 他不管你前面 你前面延长一百期 跟我中值没关系 中值是要看后面 你存了几年款 你给我几年利息 是不是 所以呢 我延长一期是不影响中值的 因为我们中值的 按照这个笨方法 按照原理方法 他实际上就是把这个A一期一期往后折嘛 对不对 是不是就这样啊 所以我往前延长一期 是不影响 它的这个中值的结果的 但现在大家看 我往前延长一期 从零一片往后看 那你看 如果从零一片往后看 那是不是就是 可以看成这个 四期的普通年金了呀 就是从零一片往后看 就未来每期期末都有A了 是不是 因为我补了一个A嘛 所以你要让我求 在这个十点 就是第四一片 这个十点的中值 或者第三期末这个中值 那我这个中值F 在第四期末这个中值 第四一片末 然后第三期末这个中值 就等于什么呢 普通年金啊 对吧 四个A乘上 求中值乘中值系数 F1-A 利率I 其数为四 对不对 这样我就可以把四个A 得到它的年金中值了呀 就是普通年金嘛 但是你注意啊 这个A 不是你真正有的 对吧 是我为了算的时候 我借了一个A 那你借了一个A 它不是真正的A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得把它扣掉 对吧 就是真正我的中值 那我把这个加了这个A 再给它减去 是不是啊 因为它是借来的 所以我把它再减去 再减去一个A 所以这样一来 那你看我的中值 F就等于什么呢 A乘上一个 大家看括号里面 F1-A 利率I 七数为四 为什么变成四呢 因为我借了一期嘛 对吧 我捕在期末 我捕了一期A 所以加了一期 所以七数是加了一期 但是呢 然后又把它再减去 整个的系数的结果呢 就是利用这个普通年金中值系数 四期的年金中值系数 但是要减一 是吧 所以我们书上呢 就给了一个第二种方法的结论 它谈到呢 就是说我们的预付年金 这个中值系数啊 和普通年金中值系数相比 它是七数加一 也就是我刚才本来是三期的预付年金 对不对 那么你查表的时候 你就要过查四期的年金中值系数 然后呢 再把这个系数的再减一 就有这样一个关系公式 两个结果是一样的啊 顶多有点小够尾差 但是其实第一个公式更好记 对吧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用同期的普通年金的中值 有几个A 那就是几期的年金 对吧 但是我用的是普通年金的公式 你看这是我们的普通年金 A乘上年金中值系数 但由于我是发生在每期七出 所以多成个A加I 就是第一种方法 这个更好记一点 那第二个话大家理解 就是原理就是说 我想利用普通年金公式 所以我在期末补个A 所以七数加一了 但是呢 因为你最后还是要把这个去掉嘛 然后整个系数再减一 就是这样 那我们再来看限值的计算啊 同样我们还是以三期的预付年金为例 求限值呢 那么我们看一下 是把若干个A 一期一期都折到零时点 对吧 把这些都折到零时点 然后我们给它加起来 那现在我们来看 如果你让我求限值 首先这个初始这个A 本身就是限值 对不对 那就不用折了 它就是限值 但是后面这两个A的限值呢 因为你不是要把若干个A的 负利限值之和吗 我就把这个A啊 它本身限值我拿走 拿走以后你看剩下这两个A 让你折到零时点 那不就是 是不是就两期的普通年金了呀 因为是第一期末 第二期末有两个A 所以我就可以直接拿 A乘上 年金限值系数 是吧 就是分子是P 本是限值系数 带A本是年金限值系数 利率 I 期数呢 几个A呢 两个A 所以这样一来 大家看 我可以把A提出来 乘上一个括号里面 1加上一个 P-A 利率I 期数呢是2了 也就是说我本来是个三期的预付年金 对吧 但因为你这个初始的零时点 这个A本身是限值 我可以拿走 给它拿走了以后 那就剩下两期的普通年金 所以它是用什么呀 普通年金 两期的限值系数 但是你得给我再加上1 就是我们书上谈的所谓 期数 减1 系数加1 就是 我们查表的时候 查两期的 就是你本来是三期预付年金 你给我查 两期的年金限值 然后再把它结果加1 就是这样 是吧 所以其实就是说 我们书上是介绍两个方法 但是我还是说 其实大家只要掌握 你最习惯的方法就可以了 我们预付年金限值 我们刚才讲 第一个方法就是用 同期的普通年金的限制公式 也就是用A乘上年金限值系数 是吧 但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年金 是发生在每期期初的 所以你要多考虑一期 应激利息乘以加2 或者就是我们刚才谈的 因为我们预付年金限值 限值零时点那个A 本身就把它拿走 所以期数减1 所以你看 查的是两期的 就是期数少一期的那个系数 把这个结果呢 你再给它加上加1 是吧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书上的例题啊 其实两个方法结果 一定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用自己最习惯就可以了 书上这个例题说 有一个6年的分期付款购物 每年初支付200万 假设呢 银行的利息率是10% 该项分期付款 相当于一次现金支付的购价是多少 就相当于你可以现在一次付款 想问你限制是多少 对不对 未来的每期 每年年初付200 大家看是不是一个预付年金啊 而且是6期的对吧 6期的预付年金 那我们怎么来算呢 那我们一种方法啊 大家看一下 我们是翻在每期期初的 有200 总共是我们6期 但是呢 第6期末是没有的 是在0到5 有这6个200 那你要让我求它的限制 一种方法呢 你看 总共是6个A 那我求限制呢 就是把年金A200 乘上一个求限制乘限制系数 P-A 利率10% 期数有几个呢 有6个A 但记住这是普通年金公式啊 所以你要把我这个结果再多成个1加 你可以这么做 对吧 或者呢 你也可以怎么做呢 所以其实你看 都不用背什么七数减一新数加一 什么这种公式 没必要背 就按原理 你想010点 这个200本身就是限制吗 你把这200给我拿下来 加上一个后面 1到5 是不是就5个200 就是普通年金 5个普通年金 57的普通年金 所以呢 再加上一个200 乘上P-A 利率10% 期数为5 对吧 所以这个公式 其实也很好把握的 就是010点已经是限制了 没必要责了 把它拿走 那所以剩下呢 那就是普通年金了 对不对 所以其实 求限制 我们说 就很好把握了 是吧 那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后面给大家这个答案 其实你都不用去背 他们那个代码的公式 你就 记住 同期普通年金的公式乘以加碍 或者是把010点 作为限制 单码在后面去考虑 结果啊 你看 差一点点小数为差 因为我们的系数 是保留了4 4位小数 对吧 所以它就有点小数为差 没关系 考试 我们做块考试的话 它的这个结果 它都是给一个范围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可能 像有些同学 他可能用这种 计算器来算 就是我就直接用 爱分之 一减去一加爱的 负文次方 这种公式 没有问题的 那你算的可能会更紧 更准确一点了 对不对 因为你 你就连层啊 然后那样的 所以它考试给的是一个什么呢 给的是一个范围 所以不会由于小数为差 来扣你分的 那这个放心 那现在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通过我们在上一讲 所介绍的 我们介绍了互为倒数关系的 复利限值 复利中值 互为倒数 是吧 就复利中值系数 是一加爱的n次方 复利限值系数 一加爱的负n次方 互为倒数 年金中值系数 是和常债基金系数 互为倒数 而这个年金限值系数 是和投资回收系数 互为倒数 这个别被混了 对吧 而且也好记啊 你就想 什么是你常债基金 是要偿还将来到期的债务 所以它相对是 已知中值求年金A 所以常债基金系数 是和年金中值系数 互为倒数 而这个投资回收 投资是在现在投资资 所以是知道限值求年金A 所以投资回收系数 是和普通年金限值系数 互为倒数 那现在我们再来看 预付年金 那么预付年金的中值 和普通年金中值的话 实际上 就是拿普通年金的系数 你给我乘个一加爱就可以了 或者也可以的 就是我们讲了 因为中值嘛 你是想在期末补一期A 所以它是期数加一 然后系数减一 那我们的限值系数呢 同样拿同期的普通年金 限值数乘以加爱 或者是说什么呢 我们说限值是因为 零时点有个A 把它要拿走 所以它是期数减一 中值是 要在期末补个A 所以它是期数减一 然后你就记住 这个是加一 那个就是减一 这个减一就是加一 所以也好记 对吧 你就记住 那个中值是在期末补个A 所以期数加一 而限值是把那个零时点的A 拿走 所以是期数减一 是吧 所以这种 我们说也 就是说如果 考察我们这个方法 我们也没问题 是吧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以往的一道考题 他说假设 银行的利率是I 从现在开始 每年末存款一元 大家一看 这是一个普通年金的问题 对不对 说N年后的本利盒 是I分之 一加I的N次方减一 这一看 是不是就是 我们的年金中值系数啊 对不对 你想就相当于我们 知道这个美期的款项 那大家是一嘛 那我们知道 一相应是什么呀 我把这个年金A A是一 一乘上年金中值系数 因为它是每年年末嘛 对吧 它的结果等于什么呢 它告诉等于 I分之一加I的N次方减一 所以一看呢 就明白 这个相当于 就是哪怕你没背 你说老师 我这个不想背 那个复杂 没有背 你按照原理也可以想 一乘的系数 就是这个结果 那就说明这个系数 就是I分之一加I的N次方减一 所以你可以看 我们考试 其实并不要你背这个 他给了 然后呢 他说改成什么呢 每年年初存款 七数不变 是吧 问你 本利盒是多少 就等于说 像问的是 预付年金的 中值了吧 那我们怎么来做呢 其实两个方法 一个方法呢 就是把这个 普通年金中值 给我乘个一加I 对吧 你看 I分之一加I的N次方减一 这是普通年金中值吧 那我刚才讲了 你别管是求预付年金中值 还是预付年金限值 都是把普通年金的公式 成一加I嘛 所以把这个系数 你给我乘个一加I 你看我要乘个一加I 乘出来是什么 I分之 那这个一加I就 就不是N次方了 而是一加I的 N加一次方 对吧 N加一次方 然后呢 再把这个减一乘以I加I呢 那就减去 一 再减去I 是不是这意思啊 因为一加I乘以 这个负一嘛 那就是这样 所以你看 那这个有个减I嘛 我们就把这个可以 等于说 放到底下了啊 就变成减一 I分之 I不就是一嘛 所以说就I分之一加I的 N加一次方减一 减一 所以那一看 哪一个呢 是吧 那一看 只有这个是 对的 其实就是用我们的公式来 帮你讨讨讨论 或者是 你可以这样来说 既然你这个是 普通年金中值系数 我们说 预付年度性跟它相比 是要七数加一 所以就是把这个公式 这个七数呢 你要给我加一 就是把这个 N要变成N加一 对吧 七数加一 然后整个的这个 结果呢 要给它系数减一 七数加一 那就系数就减一嘛 那你看是不是也是这样啊 所以你不管是利用我们 就是用这个 普通年金的系数乘1加i 推出来的 还利用我们那个 就是说什么 系数加1系数减1的这个结果 你一看都是 都是B是对的 是吧 所以其实 都能够得到这个结果 那现在我们接着看 第三种年金 地延年金 我们前面讲的 普通年金和育富年金啊 是从第一期就开始有 只不过普通年金是每期期末 育富年金是每期期初 但是地延年金呢 是第一期没有的 是隔了若干期才有 所以它前若干期有一个地延 对吧 也是第一期没有的 所以呢 我们对于地延年金呢 这里面有两个概念 一个呢就是 地延期的概念啊 什么叫地延期呢 就是前若干期 没有收支的期限 我们书上给了一个代码 又有m 是吧 这个代码无所谓的哈 就是为了沈德老写汉字了 那么这个地延期怎么判断 这是我们的关键 对吧 第二个关键的概念 就是连续收支期 这个连续就指着A的个数 这个简单 你看我们上面这个图 A的个数四个A 所以我这个N 是等于四 但这个地延期m等于几呢 如果看这个图 有些同学会说 老师你看前三期没有 我们说不是这样 为什么我们说不是这样呢 就是 我刚才给大家强调过一句话 我们在时间价值计算这一块啊 如果遇到其他的年金 我们是要把它想办法变成普通年金 因为你想利用它书后面给我的那个普通年金的那个系数嘛 对吧 所以我要把它想办法变成普通年金 那么我们看这个图啊 就是我给大家画这个图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这个图上你补几个A 可以变成普通年金呢 很显然大家看 我只要补两个A 对不对 这块我补个A 这块补个A 就可以变成普通年金了 对不对 你不能说补三个 你要补三个年金 相当于是预付了 对不对 普通年金是第一期的期出是没有的 翻在每期期末 所以很显然呢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图 我只要补两个A 那可以变成普通年金 所以呢就是说 如果我们要理解一下这个DN7的话 就是和普通年金相补相比 是吧 和普通年金相比 你看补几个A 能够把它变成普通年金 那么那个补的A的个数 就是DN7 所以我们这个DN7 它指的是和普通年金相比 你前入干期 少了几期A 那个少那个A的个数 就是我们的这个DN7 对吧 那么 或者我们可以这么来记 因为大家知道 我们说普通年金指的是 发生在每期期末的 那你就首先看 它第一次期末在哪个时点 大家看我们第一次期末 是在三这块 所以你看我特别强调是 第一次期末 有收支的前一期 就第一次是在哪一个期末发生的 它的前一期 就是我们的DN7 那我们第一次期末在三进化 因为零是表示现在 大概我们谈的是个期限 比如说零到一 这是第一期 对不对 这是第一期 但第一期的期出是零 第一期的期末是一 那同样我说 一到二呢 期限嘛 它是一段时间 它的期 那第二期是一到二 但是这个 第二期的期出 是第一期末 第二期的期末是二 对吧 整个第二期 初始是一 期末是二 所以我们画图啊 我们用零表示现在 然后那个一二三四五 就表示每期期末了 所以你就要看 第一次期末在哪个时点发生 那么第一次期末 有收支的前一期 那就是DN7 对不对 因为我们是要看期末 少了几个A嘛 所以就是一个很方便的方法 那你也不用去看 画图去补A了 你就看看第一次 期末是在哪里 它的前一期 就是DN7 像我们这条题 第一次期末是三 这块有收支啊 那前一期什么 二呗 所以我的DN7M 是等于二的 是吧 实际上就是想看 和普通年金相比 我们少了几个A 补几个A变成普通年金 那就 那个补的个数 就是DN7 是不是 所以第一次期末 有收支的前一期 那如果这两个概念有了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 对于DN年金 中值和限值的计算 首先看中值 中值我们说是把这个A 一期一期往后折 比如我们刚才知道立体 我们是第一次期末 是在三这一块 所以我们在第三期末 这个A 然后折到我们的 第六期末 我们的终点 比如说第六年末 因为球中值 我是把A 一期一期往后折 所以它跟前面 DN7没关 它就是看你后面 存了几期款 对吧 我后面存几期款 你就要给我几期利息 所以如果是这样 大家看 我们这是DN年金 中值图示 我再给大家一个图 你看我上面这个图 你看是不是一个 四期的 普通年金的图示 对吧 我底下呢 是一个DN年金 上面呢 是四期的普通年金 从第一期末 第二第三第四期末 有A吗 零没有 如果我们问你 上面这个 普通年金的中值 是多少 按照笨方法 最后一期末 它没有利息 就是A 第三期末 存了一期 A乘以加I 第二期末 存两期 第一年末 到第四期 三期 那你和我底下 这个DN年金 是吧 第六期末 那刚存取 没利息 就是A 第五期末 存了一期 第四期末 存两期 第三期末 存三期 你看我们俩 结果一样不一样 求中值 都是把若干个A 负利中值之和 对不对 都是这样的呀 所以你不用管十点 就是看那个金额 对吧 要看金额的话 我们上面这个 普通年金 这个中值 和底下这个DN年金 这个中值 两个结果 是不是一样啊 所以就是想说什么呢 我们求 这个中值的时候 我只看 后面 它和DN7 没关系 我就看我后面 这个A 连续有几个A 一期一期 负利中值 是不是 然后加起来 所以实际上 你想谈什么呢 我们上面是一个 四期的 普通年金吧 如果按照我们前面讲的 普通年金 中值的公式 那就是把年金A 因为有四个A 所以我就成年金 中值系数 F1-A 利率I 七数为四 对吧 有几个A 你就是成几期的 年金中值系数 这是普通年金 对呀 那既然是我们说 底下 的结果和它一样 所以这个结果 同样也是 A乘上F1-A 利率I 七数为四 只不过这个四 大家看 它并不是说 这个从现在到 终点那个期限 它只是A的个数 其实一样 我们都是A的个数 对不对 只不过普通年金 它没有地延期 那它这个A的个数 和你这个整个的 七数是一致的 但是地延年金 有地延期 所以就想给大家 强调什么呢 就地延年金中值 它只和连续收支期有关 就连续有几个A 和地延期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你看我们的公式 也是A乘上 年金中值系数 只不过呢 你要记住 这个N 我们指的是 后面的连续收支期 或者是A的个数 对吧 这个我们强调是A的个数 那么和地延期没关系 因为我就看它后面 存了几期块 那么我就考虑 几期利息这样 对吧 但是大家看限值 对于限值的话 我们是把A要往前责 你可不能说 它和这个地延期无关 D延年金限值 我们书上谈了有两个方法 我们先看第一个方法 就两次责限 什么叫两次责限呢 因为地延期是前若干期 没有收支 如果我把这个第二期末 我设为零一片 把这个三四五六作为一片 二百三十四点 我现在想要你把这个 这四个A 就是相应是一片到四片 这四个A 给我折到零一片 这个点 就是不看前两期 对吧 那如果我要是把这个前两期 给它等于说抹去 只看二到四这块 那就是普通年金了呀 是不是 那既然是普通年金 那我们把这个 这四个A 折到第二期末 也就折到零一片 这 我是不是就可以 利用我们的普通年金的 那个公式啊 对吧 也就是说 如果我想要你求限值 这个P一片 那等于什么 那不就是用A乘上 P-A 利率I 七数为四吗 对不对 我就可以得到 这个P一片的结果了 假设我顺便举个例子 比如这个A 是十万 有四个十万 然后往前折 折完那个结果 假设我得到 是32 也就是这个P一片 是32了 是吧 比如说我是用 十乘上这个 系数来的 比如有个利率 有个死掉 比如32 大家看 那这个32啊 指的是 第二期末的32 对吧 就是都折到 把它后面的 四个A 全折到这块 是值32万 但这个32万 不是我们现在的32 是在第二期末 那些32 所以我想问一下 你这个P一片 或者这个32万 相当于现在多少钱呢 我让你第二期末的32 折到现在 是不是相当于是一次性款 向到复利限制了呀 对吧 就是你要把32 给我折到现在 真正的限制P 那我是不是就把这个 一次性款向32 又是这个P一片 如果再乘上一个 求限制嘛 乘限制 但乘的是两期的 复利限制系数 对不对 把第二期末往前折嘛 所以实际上就说什么呢 我们利用两次折线 先把后面连续收支期的A 利用普通年金限制 给它折到什么呢 D延期 对吧 一定要记住啊 求限制 我们是把 因为我们要想办法 把它变成普通年金嘛 是吧 如果刚刚A 一定是往前折一起 对不对 所以我第一次有收支 是在三这块 所以把所有的这些 给它折到D延期末 要利用普通年金 限制的公式 一定是往前折一起 然后呢 再考虑复利限制 折第二期 对吧 当然我们这块 也给了送上代码 看起来很麻烦的一个 这个公式啊 但是实际上 这个代码不用背 你会算就是了 对吧 就是把后面若干个 这个我们的这个A 利用普通年金限制 折到D延期末 然后呢 再乘上一个 复利限制系数 是吧 那这个 这个七数呢 是M这种的D延期 因为你是要 折到D延期末 是吧 是往前折 要求限制 一定是往前折一起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方法 那么第二个方法呢 就是你可以利用 先加上后减去 也就是我们刚才谈的是 两次折线 比如像我们刚才要提 如果让我来写的话 那就是把这个年金A乘上 P-A 利率I 七数是四 是吧 因为后面是四个A 但是呢 我们是把后面的四个A 是往前折到第二期末了 所以你再给我乘上一个 复利限制系数 P-F 利率I 七数为二 是吧 这个二就是我们刚才谈D延期 第一次有收支的前一期 D延期 对不对 这个四就是连续收支期 实际上是这样的 那现在我们来看所谓先加上后减去 什么意思呢 我们书上也给了一堆代码 但是不用背 代码不用背的 还是我们刚才这个 大家看 我这个A呢 是从第三期末开始有 有四个A 如果我要想利用普通年金的公式 怎么办呢 我必须是每期期末就得有 所以我在第一期末 第二期末 我借两个A 那么借两个A以后 大家看 那就变成六期的普通年金了 是不是 所以我问一下 零时点的限制P是什么 求限制把年金A 乘以年金限制系数 利率I 七数为六 但是你注意这个结果 不是我真正的限制 因为我这个 把前两期A的限制 给加进去了 所以我就要把这前两期的 年金限制得扣掉 对吧 那前两个A的限制 这前两个A是不是普通年金啊 所以你扣除前两个A的限制 也是A乘P-A 利率为I 七数为二 是不是 你做熟练以后 实际上就是你可以把A提出来 就乘上一个系数 就是先把这个补上以后 那就变成了整个六个A了 对吧 然后呢 再减去 你补的那两个A的年金限制系数 就是先加上后减去 就是这意思 也是没有必要去背这个公式 对吧 那么这两个公式也是结果啊 一定是一样的 顶多差一点 小数倍差 考试的时候按自己的习惯 不过从我们做块考试来看啊 因为两次折线 可能更好用一点 包括我们后面什么 D延的永续什么 也都是用这个原理 所以他通常考试喜欢让我们用 两次折线 包括后面有好多啊 我们都是利用两次折线的原理 就先把后面 连续数字器这个A 用普通年金的 限制公式折到D延期 然后再乘上D延期的复利限制 我们来看一个以往的一道考题啊 他说有一项年金 前三年没有流入 后五年 每年年初流入五百万 大家看前三年 后五年 整个的期限是八年啊 其实这道题的话 我们先看一下啊 就是他有的时候考试 故意说的模糊一点 要说的很清楚的话 那你就都不会错了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 前三年后五年 所以总共是八七 对不对 他告诉我前三年是没有流入的 但是后五年的每年年初有流入 那你先问一下 最后一年的年初在哪一点啊 最后一年的年初 是不是在七这一个十点啊 对吧 应该是在七这个十点 七六五四三 其实他这个题要说的严谨一点 就是前三年的年初是没有流入的 后五年的年初是有流入的 所以这样一来 你看第一次收支 从我这个图上来看 我们后五年的年初是七六五四三 这三个点 所以第一次收支发生在什么呀 第三期末 所以DN7是几呢 DN7是二 而不能说DN7是三 对吧 因为你从我这图上看 我补两个A 就变成了普通年纪嘛 你的第一次收支是发生在 第三期末 所以我的DN7应该是二 那既然DN7是二 你要让我求限值 我们可以两次折限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 后五年 是五个五百吧 所以我就既然是五个五百 我就把五百乘上年金限值系数 然后呢 我们是一定是把这个 求限值一定是往前折 对不对 一定是往前折到零点嘛 所以一定是往前折 折到第二期末 所以后面再乘的时候 一定是乘的什么呀 DN7的负利限值系数 是吧 是二 而不能用三 就这点要给大家强调 或者你说 我想用先加上后减去 没问题啊 你先加上 你是不是在期末加呀 是不是也只能加两个A啊 加两个A 就七个A了 所以呢 你也可以说 500乘上P-A利率10% 七数为7 对吧 然后再减去 500乘上P-A利率10% 七数为2 把这前两个A的天然给它减去 这是我们谈有关这个DN年金的限值计算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第四个年金 永续年金 永续年金就是说 永远持续 恩趋无穷 那大家看 无限期啊 那有终点吗 没有终点 那既然没有终点 你怎么算终止 所以这个永续年金是没有终止的 因为我没终点 对吧 我到无限期末 那你无限期末在哪一点 找不到 所以它没有终止 但是呢 我们有现在啊 零就是现在啊 有限值 所以我们来看对于永续年金限值的计算 标准的永续是普通年金N到无穷 为什么我们特别常是强调普通年金N到无穷 因为我们要用普通年金的公式 按照普通年金的话 那在零时点是没有的 然后从每年年末有 所以要是按照普通年金的这个 呃 限值的公式 我们说求 限值按照最原始的公式啊 那这个因为现在它N到无穷 那么所以我们就要利用它那基本公式 年金限值系数 我们前面推了是 1%减去1加i的负N次方 所以呢 我们这个普通年金限值 A乘1%减1加i的负N次方 但是呢 我们这个N趋于无穷 是吧 也就是这个N是趋于无穷的 那因此大家看 1加i的负无穷次方 实际上就是等于什么呀 就是1加i的无穷分之一嘛 1加i的无穷次命 那是不是分母是无穷大呀 分母无穷大 你1除以无穷大 就是0啊 就趋于0了呗 因为无穷小呗 就是趋于0 所以就是这个1加i的负N次方啊 那就趋于0了 那既然这个整个这个 我们是趋于0的 对吧 那不就剩下 1分之1了吗 这个系数 1分之1减1加i的负N次方 1加i的负N是无 是 就是负无穷次方是0 所以就a乘以i分之1 也就是a除以i 所以这是一个推导出来的公式 而且是利用普通年金的限制公式 推出来的 所以标准的永续年金限制的公式 要把它记住啊 就是a除以i 我们现在看一道立体 比如说呢 我们想建立一项永久性奖学金 我们计划呢 颁发5万元奖学金 是吧 就比如说 你准备啊 在你的母校 给他就是设立一项永久性 以你的名字来设立 然后假设呢 这个利息率是8% 就比如说我们委托一个 这个比如说这个基金帮我们理财 加害报合率8% 然后我就希望呢 这个奖学金永远都发不完 就每年发5万 永远都发不完 那大家看一下 为什么能够永远发不完 他一定是说他只发利息呗 是不是这意思啊 但现在我问的是本金 就是我想问你 我存多少钱 那就保证他这个 我就发整个金 每年发5万 永远都发不完呢 那就是每年只要发的利息 我每年 等于本金批乘上8% 等于5万的 这个就利息嘛 是吧 本金成利率等于利息嘛 所以实际上就是我们说 求限制P 是吧 你看 我刚才说了 每年发的这个奖金 你理解为什么呢 就是我只发利息 就是本金 乘上这个利率i 就是我的奖金 所以现在我让你求P呢 那P不就A除I 是吧 其实也可以理解啊 按照我们前面的数学公式 也能推出来 所以我们就把它记住了 那么就是我们的 永远年金限制P 是等于A除I 那像我们这样例题的 A每年要发5万 这是我的A 利率是8% 所以一除 我们可以得到 62万5千 对吧 也就是你给他存62万5千 他如果回报率 每年可以达到8% 那就每年 就按他这个 相当于把利息给 给学生发了这奖金 我的本金就不动了 是不是 那我就可以永远都发不完 就是永远年金限制的公式 是A除I 但是你看 我们刚才给大家特别强调啊 就是我的永远年金限制 是A除I 指的是标准的永远 就是什么意思呢 是普通年金 N到无穷 对吧 我们前面讲的这个 你看我画的这个图形 P等于A除I 我们针对的是 普通年金 就是无限期的普通年金吧 你可以这么来说 是无限期的普通年金 它的这个限制 是吧 从第一期末开始有A 一直到无穷 所以无限期的普通年金的限制 是A除I 但是如果遇到了 非标准的 比如说我们遇到了 预付的永续 或者说帝延的永续 就不是说从 第一期末才有 我是 告诉你说呢 我从现在开始 每期期初就要有 对吧 如果遇到这样的 一直到无穷啊 就是你 就是这个无限的A 但是我从现在开始就要有 那这种你怎么办 对吧 或者帝延的 比如前若干期没有的 我从若干期以后开始有 一直到无穷 那么这个也是无限期 但它是 隔了若干期以后才有 那么遇到这种的话 那其实就用我们前面那种 这个原理嘛 我们可以结合例子来看啊 你像 比如说从图上也是看 你看 预付的永续的话 你要让我求限值 A本身是不是限值啊 那我求它的限值的话 我把A拿下来 A拿下来以后 后面一到无穷 不就是普通年金限值的吗 那不就是A除爱的吗 而这个帝延的永续呢 我们就可以利用两次折现吧 对吧 因为若干个A 无限期 你把这个3作为0一票 后面作为1一票的门 把所有的这个 无限个A 一定往前折 折到帝延期末 那折到帝延期末 是不是A除以I啊 A除以I 但这个A除以I的结果 它是第三期末 所以我还得再乘什么 两次折现 再乘个 三期的复利限值系数 对吧 你看我这个 帝延期末是3嘛 那我们来看一道例题 他告诉我 公司预计最近几年不发股利 预计从第四年开始 每年年初支付 每股0.5元的股利 如果折现率10% 让你求限值 那大家看 他前若干年 是没有鼓励的 从第三年 从第四年开始 每年初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个时点 我们因为给大家特别强调 帝延期是什么呀 是第一次期末 有收支的前一期 那第四期 就第四年的年初 应该是第三年末吧 对吧 因为比如说你看 我们对于帝延年金 大家一定要记住 正确的判断 他第一次收支的时点 你想我们 零到一是第一期 一到二第二 二到三第三 三到四是第四年 对不对 他从第四年开始 每年年初 那你想 第四年的年初 在哪一点 第四年的年初 在三这一点 是不是 因为他说 从第四年开始 第四年的开始 是不是三这块 因为 三到四 这是整个第四年 第四年的开始 是三啊 他从第四年开始 每年年初 所以第四年的年初 是三 是第三年末 所以呢 他第一次支付鼓励啊 应该是在三 这个时点支付鼓励的 是不是这样啊 然后一直到无穷 是吧 一直到无穷 所以第一次收支 在哪个时点 对于第四年年经 一定要给他判断 准确了啊 而且要知道 他的一个期限 是从这个起始 到他终点 是这一年 或者这一期 所以他经常考试 他有能稍微绕一点 我们这个第四年的年初呢 那就是第三年末 是吧 第四年初 不就第三年末了 所以是这样 所以如果这图画出来了啊 一道无穷 那你可以看他DN期是几啊 第一次期末 有收支的前一期 所以呢 第一次期末 是在三结果 他前一期应该是2啊 所以我的DN期应该是2 所以你要让我求他的限值呢 先把后面无限个A 永续 用标准永续 A除以I 给他折到第二期末 对吧 就是我把这2这块 变成01片嘛 所以A除以I 那就A是0.5 I呢是10% 所以这个无限个0.5 折到现在 就像预线多少钱 就像预线有5块钱 但这5块钱是第二期末的 所以你还给我乘上 两期的负利限制系数 对吧 就是乘上1加10%的负二次方吧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啊 通过某项永久性奖学金 从现在起每年初 就要颁发5万了 利率8% 问你他的本金 从现在起的每年年初 所以零时点 他就有5万的奖学金了 对吧 1 2 这个都有5 每年都有5万 一直到无穷 都有 那怎么办呢 零时点这个5万 本身就是限制啊 所以把这个5万拿下来 再加上一个 后面这几个呢 就不就符合普通年金 N到无穷了吗 A除以I 5除以8% 是不是 所以你理解了以后 因为考试还 包括我们的实物中 各种各样的流量 所以你 你就利用我们基本公式 去推一下就行 对吧 那现在我们再接着看 混合现金流 我们前面讲的年金啊 它也是 就是多笔款项 但是呢 我们的年金是非常特殊的 必须是固定间隔期 每次金额相等的 这个系列款项 我们这话谈的混合流量 就是它是系列款 但是不符合 那个年金的特征 就可能是 每期金额不等 或者说呢 它间隔期不是固定等等 就是不满足 我们前面年金的那些条件 因为作为年金 一定要同时满足三个 缺一个都不叫年金 是吧 我们说这三个条件 一个就是每次金额相等 而且得固定间隔期 另外多笔 是不是 要同时满足三点 才掉到我们的普通年龄 那如果三点没有同时满足呢 那可能就 我们就得用 混合流的这些 计算了 这个其实混合流的计算 我们在后面 做项目投资决策 反而遇到会更多 是吧 在实务中也是这样 经常可能每年流量 不是说就是始终相等的 那么对于这个 现金就是多笔的 系列的现金流量 让你求限值啊 或者中值等求 是吧 我们举个例子 他说如果有以下流量 还是利率10% 问你限值多少 是吧 比如说 这是零食店 未来第一期和第二期 都是600 第三第四期都是400 第五期是100 那当然很让我们求限值 如果每期流量不等 我们最笨的方法 就一期一期 负利限值加起来嘛 它的原理就是把 未来的不同时间流量 都给我折到现在 就把它里面的利息 给它扣掉 给我折到现在 对不对 所以的话 我们最基本的方法 求限值像这个 第一期莫这个600 折到现在 那相当于是 600 乘以1加10的负1次方 或者我用代码写嘛 就表明要求限值嘛 那就乘个 一期的负利限值期数 利率百分之 期数为1 那第二期呢 600 也就给它折到零食点 对吧 就是你一期 一期 都给我折到零食点 就是了 就这意思 那第二期的600呢 那就是两期负利限值了 因为你在第二期末呢 利率百分之 期数为2 那第三期末呢 400 乘上P-F 利率百分之 期数为3 那第四期末呢 400 乘上P-F 利率百分之 十 期数为4 对吧 第五期末 100 乘P-F 利率百分之 期数为5 是不是这样吧 其实最基本就这样 一期一期负利限值 或者我们说 既然我们都已经学了一些公式 我也可以分段算 就比如说像我这样提 是吧 我们稍微有点 这个想别那么麻烦 一期一期负利限值 我也可以直接就是 先看一下 前两个600 这不是普通年金吗 是不是 我就可以把600 前两个600去乘个 两期的普通年金 限值系数 然后第三第四 这两个400 可以说是地延年金 对吧 相当于从0来看 第三第四 所以我就可以加上一个 这个400 这P-A利率百分之10 期数为2 对吧 两次折现吧 把这两个400 它的地延期是几啊 第一次期末 在3这块 那地延期是2的 所以你再给我乘个 两期的负利限值系数 那最后一期的100呢 跟别人都不一样 那既然不一样 就单独负利限值呗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 就是把若干的款项啊 去分别负利限值 如果能够用年金 我就用年金公司 如果不能用 那最笨的方法 就是我们各期 一期一期负利限值相加 结果是一样的 对吧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来 稍微总结一下啊 通过我们前面的讲解呢 实际上 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这个 就是包括一次性款项的 还有普通年金 另外呢 我们也讲预付地延和有限 其实像那个混合流量 就是利用我们的基本公式 等于说是能够用年金 就用年金 哪怕我最笨的 我就用分别一次性款项 分别去择就是了 是吧 所以这个 我们等到后面 讲的项目投资 可能更多的 还会用到混合流 这个有关的计算的技巧 但这个技巧来源于 还是我们这些 基本的计算公式 所以基本计算 就让你求中值和限值 我们书上给的这个系数 是最典型的 就是一次性款项的 复利中值复利限制系数 和普通年金的 年金中值年金限制系数 对吧 所以前面已经讲了 对于单比例一次性款项 我们说特别简单 求中值我成 复利中值系数 求限值我成复利限制系数 对吧 那如果你给的 我是普通年金呢 你要让我把这个普通年金 给我折到终点的话 那我们就把这个年金 去乘上年金中值系数 把它给的我那个普通年金呢 让我求限制 我就乘个年金限制系数 然后预付年金 其实我们谈了 由于它是提前一些 就发生在每期期初的 所以无论是中值还是限值 它要比普通年金的公式 多层个 一加爱 是不是 就是说如果我们就看几期 你有几个A 你就用几期的这个年金 就是普通年金的中值 或者限制公式 但你要给我多层一加爱 因为我提前一期出现 所有的中值限制 都比普通年金的中值限制要高的 而对于地延年金呢 它的中值啊 和普通年金公式很像 就是把这个年金A 乘上年金中值系数 但是呢 那个N就是A的个数 其实我们普通年金 这个N也是A的个数 只不过 它是从零时点 往到期末N来看 每期期末有 所以它整个的期限 和那个A的个数是一致的嘛 但是我们地延年金呢 是总的期限 可能是M加N 但是求中值和地延期M为关 只和后面的连续收支期有关 那么对于求限制呢 我们喜欢用两次折线 就是先把后面的年金A 按照普通年金限制的公式 给我折到地延期末 然后再乘个地延期的 复利限制系数 这个地延期一定要记住 是第一次期末有收支的前一期 就像我给大家举的例子 他故意告我们是发生在 第四年的年初 那你想第四年年初 是在第三期末 所以第一次说是在第三期末 所以第延期是几啊 它的前一期应该是二 是吧 不能说是三了 是不是 所以记住是第一次期末 有收支的前一期 考试故意给你说是年初 你把那年后变成年末 然后往前找一期 就是第延期 那么对于永续年金 N区无穷 没有终点 所以没有终止 但是限制呢 A除以I 但这个我们指的是 标准的永续 对不对 标准的永续年金 就是 普通年金 N到无穷 如果遇到地延的永续 或者是预付的永续 你就稍微调一下 就是 对不对 预付的话 把零时点的A拿下来 地延的话呢 就两次折现 还是那一套 这实际上就是我们谈的 时间价值的基本计算的公式 我们书上 你看谈的一堆的公式 我们也给大家讲了半天原理 实际上是让大家理解为什么 但是可能最终你要掌握的 就是这个表 你把这个表能够理解了 时间价值计算就很简单了 好 那么有关时间价值 那基本计算的介绍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